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采取哪些方面的措施 张处长 您能听到吗 听到了 发生堵车事件以后 三级省政府高度重视 折成了交通和公安等部门 前往现场调查堵车情况 堵车的原因 商讨解决的办法 今天中午在陕西神木的环塘收费站 我们与陕西省交通区的同人们 开了一个协调会 用堵车的情况进行了沟通 并相互交换了意见 于是要建立相互沟通机制 互相通告各自境内的道路情况 利用盘堂收费站 遥控车流 要解决目前这个堵车状况 你觉得从根本上来讲 应该采取成长的办法 我认为 发生这么大范围的堵车现象 不能单靠部门之间的沟通 能够解决 它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需要政府之间相互沟通 才能根本解决 今天上午 陕西省政府牛人量副省长 就批示 要求李良市政府签头 与陕西渝林市政府 尽快联系 尽快召集相关部门 参加的协调会 研究提出 确实可行的措施 和解决的方案 根本的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呀 由于近期的措施 还有远期的措施 定期内呢 要想解决新黑线公路堵车问题呢 减少车流量 我们建议啊 就是这个实行远程分流 在陕西境内呢 对车辆进行一些分流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呢 限制超过某个轴数的车辆行驶 比如限制五轴 或者六轴以上的六轴车辆行驶 同时呢 还可以执行 实行单双号通行的这么个措施 的办法 另外呢 就是要提高服务 于是养公路养护部门呢 要加大呢 管养力度 避好人车料 发现坑床呢 要及时修补 保证道路的完好率 同时要做好心脏的准备 发生交通事故 不共降后呢 及时出动 及时清脏 好 非常感谢 跟我们带来的这个分析 由于时间关系 王先生刚才呢 这个张事长提到了很多 采取的一些临时性的措施 包括政府之间的 这个应急性的沟通 怎么来评价 这种应急的方式方法 我觉得应急呢 其实在这个堵车事件 发生之后 因为这个堵车 其实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我们前几天已经报道 这一次是持续的 后续的又出现堵车 所以这里所说的应急 我觉得由堵车 怎么来疏的问题 疏通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 短片里面也介绍了 那么如果说 大量的这种交通警察 在信场进行疏导 说当然是敌位的 也就是解决 以来没至极 接下来可能就是 信息的这种交流沟通啊 这实际上是一个预警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地方 你堵车了 那么在远程的确信息要传导过去 能够进行适当的分流 所以仅仅就治标 这一个方面来说 也有应急的和长远的 我觉得这两方面 必须要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 东西就会 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有此理性的 和长远的 我们 感谢观看